联盟大事 场外风云 白话美智兰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随着时间的推移 新赛季的NBA常规赛 即将打响 由于劳资协议的规定 NBA每支球队最多可以带20名球员进入训练营和季前赛 随着季前赛临近尾声 各支球队的管理层也将根据球员们在季前赛和训练营当中的表现 对他们进行裁员 对阵容进行瘦身 勇士就是一支需要在新赛季开始之前 将阵容大名单进行缩减的球队 他们签下了多份训练营合同 也有一些无保障合同 他们的总经理又该进入忙碌的状态当中了 尽管还剩下最后一场季前赛 不过勇士方面已经对人员的去留问题给出了答案 根据勇士官方的报道 球队已经签下了两名球员 尤里·柯林斯以及贾旺特格林 柯林斯是本届选秀大会的落选秀 并且他代表勇士参加了夏季联赛 在四年的大学生涯当中 身高只有1米80的柯林斯场均 可以贡献8.6分3.3篮板7.6助攻1.5抢断 另一名和勇士达成签约的球员 是身高1米96的侧翼 他在过去这个赛季效力于公牛 在场均15分钟的出场时间内 贾旺特格林的场均数据为5.2分2.8篮板 他四年NBA生涯的场均得分也差不多 勇士的这两笔签约 实际上和他们新赛季的核心轮换阵容 基本没有任何关系 这两人加盟勇士之后 他们也只会效力于勇士的下属 发展联盟球队圣克鲁兹勇士 除此之外 勇士在裁员方面也有了新动作 在签下两名球员之前 勇士官方宣布 他们已经才调了肯德里科戴维斯 甲王约翰逊 多诺瓦威廉姆斯 在连续完成了签约和裁员之后 勇士随对记者斯莱特透露 这五名球员新赛季都将为圣克鲁兹勇士效力 而勇士也将继续对阵容进行授身 除了对这些无关痛痒的球员进行了一系列运作之外 目前勇士最头疼的问题 毫无疑问是他们的磨合问题 尽管季前赛勇士迎来了三连胜 截至目前未尝败继 但是实话实说 由于追梦格鲁的伤兵问题 勇士一直没能带季前赛试验极限无销首发阵容的效果 甚至他们都没办法在训练营试验这个阵容 因为格鲁在训练营开始之前就扭伤了自己的右脚踝 显而易见的是 一旦格鲁回归 勇士进行队位的换人 被拿下首发的 只会是维基斯或是卢尼 显然 卢尼会是那个率先被拿到替补系的球员 当然了 卢尼本人对于球队的安排不会有任何意义 但勇士无销首发的效果 却让人很担心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勇士主帅科尔表示 格鲁目前没有具体的付出时间表 在接下来的一周 他不会参加训练 目前格鲁在常规赛揭幕战的出战情况是出战成疑 而根据格鲁受伤以及他恢复的时间推算 格鲁不太可能赶上勇士的常规赛揭幕战 另外 格鲁不管是在哪个时间段回归 勇士都只能在常规赛去试验他们的无销首发 诚心去定义轮换 这对勇士这个阶段的常规赛战绩 会是一个不小的冲击 对库里也会是一个不小的压力 除此之外 勇士管理层同样有一些让他们头疼的问题 用NBA记者无爱的话说就是 格鲁和勇士就续约合同这一方面 不太可能在常规赛开始之前 打成一致 双方在合同金额 合同年限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分歧 短时间内双方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我也透露 格鲁非常有可能在本赛季结束之后 成为一名完全自由球员 而除了格鲁之外 勇士还有一名核心的续约被忽视了 那就是他们的主教练史蒂夫科尔 和格鲁一样 科尔和勇士的合同 同样只剩下了最后一年 克莱的续约搞不定还情有可原 毕竟勇士不可能满足克莱的狮子大开口 在身体状态下滑之后 克莱如今在攻防两段都不再是昔日的顶级状态了 特别是防守段 为了解决他横移速率慢的问题 科尔只能把克莱放在3到4号位上 这又产生了身高的问题 防守段的克莱现在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 科尔的续约没有声音 这多少有些让人感到意外 目前勇士方面还没有给出 为什么科尔没有续约的消息 但看起来 似乎勇士确实面临着一些重新洗牌的可能性 另外胡人这边 尽管胡人的季前赛还没有全部结束 但是对于人员调动方面 管理层已经有了答案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胡人主帅哈姆透露 最后一场面对太阳的季前赛 胡人健康的核心球员们基本都将出战 并且在进入末节之前 胡人会安排常规的轮换出场 这也就意味着 属于年轻人的机会 基本已经结束了 胡人方面也宣布了一些球员的去留 根据胡人官方的报道 球队已经裁掉了小皮棚 达米恩报 博登这三名球员 这三名球员也无一例外 都是和胡人签下的附带友 Exhibit时的合同 也就是说 只要胡人给他们不超过7.5万美金的奖金 新赛季这些球员 就可以为胡人的发展联盟下属球队 难忘胡人效力 此外 小皮棚的离队 还引起了部分胡人球迷的吐槽 作为上一届选秀大会的落选秀 小皮棚不管是从天赋方面 还是表现的方面 都很难达到NBA的级别 然而 由于他的父亲以及其他背景 小皮棚在过去这个赛季 一直受到胡人的特殊照顾 胡人也努力去培养了他 这不仅让球迷吐槽 他就是不折不扣的关系户 尽管胡人没有再次和他签下双向合同 但是他们还是在新赛季开始之前 给了小皮棚一个进入胡人训练营的机会 不过 事实证明 小皮棚确实没有打NBA的实力 似乎他也没有什么培养的价值 这里还有一点小事不得不提 在胡人和熊鹿的季节赛中 有这样一个镜头 身为主力的八村雷下场时 发现前排替补锡竟然无位可坐 场面颇为尴尬 正常情况下 当主力球员下场时 身处轮化末端的球员 都会非常自觉地往旁边 靠靠给主力球员腾位置让座 这是常识 也是因水际管理员们的生存之道 以小四颗地批碰为首的 男王胡人帮倒好 直接不为所动 真的是一点眼力紧都没有 这种情况下 你既不能上场打球提攻击战力 又不能在场下卖力挥毛巾 扮演拉拉队长 给主力们提供情绪价值 那留你何用 不猜你才谁 套用现在最流行的说法 问问自己真的努力了吗 有没有认真工作 相比之下 同样是00后 还比小批碰年轻两岁的 克里斯蒂表现得就得体得多 小柯看到老大哥 八村雷梅蒂做的窘境 立马起身招呼老大哥 坐自己的位置 他那热情的样子 一下子就缓和了气氛 可谓高下立派 克里斯蒂在场上表现肉眼可见的变好 防守段那积极的态度更没得说 而且待人接物也很诚恳 相信佩林卡在他和小批棚之间做选择时 根本不需要犹豫 另外 胡人整体在季前赛展现出的状态 让人感到兴奋 尽管他们二胜三伏的战绩远算不上优秀 但是至少在核心轮换球员出战的时候 胡人展现出了足够的竞争力 他们一般输球都是输在板灯末端球员出场的阶段 在此前与熊鹿的季前赛里 胡人替补中锋 伍德还和熊鹿核心前锋 自母哥发生了一些小插曲 在熊鹿战胜呼人之后 自母哥通过个人社交账号 发布了一张他正面封盖伍德的照片 并且用标签标注了伍德 一名球迷表示 自母哥确实太狂妄了 随后 伍德在这条动态下面强势回复写道 我喜欢这样 我会在赛季期间遇到他自母哥的 我们会再次相遇 我也已经圈出了我们下一次交手的日期 伍德的回应得到了胡人球迷的肯定 先不管名气实力如何 作为一名球员 首先要有的就是自信 以及不敢为人后 其次才是其他的东西 伍德确实遭到了自母哥的封盖 但是他依旧有自信 在下一次面对自母哥的时候 打出个人最好状态 这种信息是需要肯定的 另外 整个季前赛开下来 胡人核心后卫单击洛拉塞尔的发挥 显然是最让人眼前一亮的 比起进攻端的高效 拉塞尔在防守端的表现 更让胡人球迷感到欣慰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他参讨了凯尔特人后卫 德里克怀特的防守方式 努力向后者看齐 拉塞尔的态度 得到了绿军主帅马佐拉的肯定 后者表示怀特的防守一直被人低估 拉塞尔能向怀特看齐 这是一个不错的目标 拉塞尔对于防守认知的提升 显然是比他进攻更关键的 此前的季后赛 拉塞尔不仅仅是进攻端找不到手感 防守端他也被布鲁斯布朗给打爆了 如今 拉塞尔认识到了防守的重要性 他在季前赛就频繁展示出 他愿意从对手发球开始 就全场领防的意愿 并且防守效果还十分突出 这对于拉塞尔本身是个不小的提升 作为一名身高1米93的空位 拉塞尔是有足够防守天赋的 如果他能够在防守端迎来一定的提升 加上进攻端的回暖 胡人用两年3700万美元的合同重新留下他 这无疑是一笔超值的签约 如果拉塞尔可以认清攻防两端的重要性 并且全面提升 加上詹姆斯 龙梅 毕图斯 阿村雷 以及其他一众能打的橘色球员 胡人争贯的前景很明朗 争贯 Mitsu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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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om Solutions